這項免費的普通話老人俱樂部活動 每次都吸引了大班長者 他們除了彈天雪地 還會自己編排表演 還有教其他人做手工 很漂亮 這裡有這麼多手工藝品 全部都是宜康的 普通話老人俱樂部裡的公公婆婆 自己親手做的 Charles, 我跟你說一下 其實這個俱樂部 為什麼會有這個俱樂部呢? 我們發覺本區 越來越多說普通話的老人家 他們都來到我們中心 問我們有什麼活動可以參加 他們想參加其他活動 雖然收費的 他們是有點困難的 他們希望能夠有一個免費的活動 可以參加 我們發覺雖然沒有政府的經費 但是我們都嘗試辦這個俱樂部給他們 他們非常喜歡 很開心來到這裡 目前來說 定期有二、三十人 參加這個活動 但是因為沒有政府的軍費 所以我們希望能夠更多的捐助 讓我們可以繼續維持這個服務 是給這幫普通話的老人家的 這種就是用普通的廣告制作 可以拿起來嗎? 可以 你喜歡這裡嗎? 我喜歡這裡 這幾個是用那種… 這幾個是摺紫的 這個是摺紫的 你最喜歡哪一個活動? 我喜歡跳舞 跳舞啊 跳什麼舞? 跳這個… 交易舞啊 啊 我們的家裡面人也跟我們講 他說一看那邊很好 有九十幾歲的老人家有好多 那你老的時候也可以在這裡住 所以我就知道一看有這麼一個活動中心 我後來警察來了 我早就來了 從開始幾個人是幾個人 現在發展了三四十個 大家都願來 這兩個大姐每次都說 我要不來我心裡就想的話 所以啊 中間就跟兄弟姐妹感情特別深 所以大家希望這個儀康的普通話老人俱樂部 永遠伴下去 越伴越兴旺 越伴越紅河 其實這一活動呢 對一些廣普通話的長者來說 有什麼幫助和得著? 這幫廣普通話的老人家 離開了他們中國大陸的遠居地 來到加拿大 對於他們來說是一個陌生的新的社區 他們就很開心能夠有機會 在這個俱樂部裡面見回一些同鄉 大家在一起有不同的活動參加 很多時候他們有互相教大家 可以發揮他的所長 例如太極、手工藝 或者是一些歌唱、舞蹈 他們是自己一起安排 他們互相教大家 所以這件事對他們來說 也很開心有機會一展所長 儀康中心能夠撤合社會的需要 為普通話社區提供服務 除了一群員工努力之外 還很需要你的支持